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綠色的這一大塊就是 三仙台的自然保護區的範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滿地複跟寶勝都是 其實它位在一般保護區 自然保護區他們是緊緊貼著它 那滿地複是剛好就是 跟它緊貼 那這邊為什麼要畫一個枝田路拓寬呢? 它有一點點的土地借給 東莞處去做枝田路的開發 可是它這個土地裡面的地墓 有小筆的 國土保安用地 跟水利用地 那但是東莞處的道路已經開完了 開完了以後呢 它本來應該要是交通 要改成交通用地 這樣才符合那個 就是符合法規嘛 可是因為當初環評報告書裡面 是沒有枝田路的 這個土地的使用 所以它要做這樣的變更 它就要跟環保署提出 變更對照標 就是明天要省的那個變更對照標 如果OK的話 那就是這個土地 就要變成交通用地 這小塊土地 如果不過的話 那就是原本已經開好的路 就是要恢復成綠地這樣子 所以其實大家聽得出來 它跟滿地覆本身沒有關係嘛 那為什麼會這麼的混亂 就是因為當初 枝田路本身的拓棺 看起來也是很粗糙的 第一個它是規避了環評 第二個它開發完之後 才讓滿地覆去提出了辯論對照標 我們回到滿地覆本身 91年通過滿地覆的時候 原住民基本法還沒有通過 也就是說雖然它位於傳統領域 可是它不用考慮原住民的事情 那再來就是海岸法 它雖然在保護區 它在一般保護區裡面 然後緊鄰的自然保護區 但是海岸法今年104年才通過的 所以它現在就造成有這個釋法性的問題 有紅色的地方是那個自然保護區的位景 那黃色的地方就是那個地方的山路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之前通過的保證跟滿地覆 就剛好在這個珊瑚礁的旁邊而已 那這上面還有一些紅色的情形 這是什麼呢 就是在2012年的時候 重要研究院的陳昭文老師 他發現了那個台灣的新種的珊瑚 叫做福爾摩沙衛斯珊瑚 那這個珊瑚它只有分布在台灣三個地方 一個是肯定的萬里桶 那一個就是集灰 那在這個集灰的地方 族群數量其實也不大 大概就50個而已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他們在這邊其實是面臨到很大的生存壓力 你可以看到說集灰的這個彎呢 它其實是一個有一點封閉的狀態 所以水流交換並不是這麼的容易 所以保證跟滿地覆 如果在這邊開始進行陸地上的開發的時候 它造成那些泥沙的淤積或層積層降問題 是會非常嚴重的 那這兩個地方如果已經開發的時候 其實那個泥沙沖刷下去的時候 是對這邊的珊瑚礁是會有非常嚴重的影響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滿地覆呢 他們自己的環評書裡面有提到說 它一天產生的那個污水量是200到300噸 經過他們的污水處理 他們污水處理是二級的處理而已 那這二級的處理會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其實大部分的淡還有淋是沒有辦法去除的 那淡淋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呢 淡淋如果進到了水域 水域裡面去的時候 其實是會造成優雅化 也就是說這個水域的地方 它的藻類可能會大量的滋生 大量滋生的時候就會造成說 它會跟湘湖之間有競爭的關係 甚至就是覆蓋在湘湖上面 讓湘湖窒息而死 前一陣子有個颱風經過烏來 讓台北市很多天沒有水喝 是原住民的錯嗎 好像裡面沒有違法的事情啊 每一件開發都是合法的喔 但結果是什麼 整個部落貪掉了 路貪掉了 是誤賴人的錯嗎 其實是總量沒有管制嘛 講白話一點就是貪婪嘛 環評裡面人文的指標 有人關心嗎 我們這樣的開發如果會消滅掉原住民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之一 我們還用這種開發方式嗎 其實談這種我非常不喜歡談法 因為法都不是在保護原住民 法都是讓飯店可以通過 原住民基本法海岸法 每件跟原住民開發相關在旁邊的話 都要跟原住民討論 需要原住民的同意耶 有人要跟原住民討論嗎 有人要得到原住民的同意嗎 但有沒有可能讓原住民做土地的主人 用原住民的方式守候這塊土地 可以讓有控制的人數的 有控制的方式 讓這些想去觀光的也可以得到最美的 更久遠的可以另外一個400年 保持一樣的品質的觀光方式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再那麼貪婪 江湖觀光局其實很有意思喔 你看他們做的這個 國人喜歡旅遊的這個調查裡面 最受歡迎大概是自然賞景類的東西 其中觀賞海岸地質跟市地生態 大概是它最大最大的比例 可是問題是我們所有的開發 大概都是在做遊樂園區 那東海岸到底想要看什麼東西呢 其實最大最大的比例 是因為有自然賞景的活動 有文化體驗的活動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一個 滿地幅遊樂區的開發計畫 大家來東海岸是因為覺得 它的自然環境賞景的 或是文化的體驗的東西是吸引人的 東海岸出這幾年也嘗試在做那個 到底東海岸需要多少房間 有多少飯店住宿的空間的統計喔 那目前東海岸合法的飯店加民宿 大概有2799間 但是未來要增加這個351期間 所以代表說還要增加一倍以上的數量 可是他們對於花東整體的全區的評估益 112年來算的話 其實預計整個花東地區 將來會多出快將近1萬間的房間 那東海岸大概也多出700多間 那可是整體來看 目前東海岸的遊客量跟整體的需求來看的話 將來的狀況 官方自己的統計都是房間住會供過於窮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們每次看到 就我們要求環保署暫緩審查 環保署說我這個就只是河背東西嘛 最大的問題是在交通部觀光局 因為觀光的總量管制不會是環保署的工作 是交通部觀光局的工作 那剛剛在看前面那個審查當中 其實有幾個重要審查 就是觀光局他們要做這個 觀光信辦事業計畫的審核 可是在信辦事業計畫當中 裡面一些相關的要點都非常非常不符合時宜 就譬如說環平裡面都特別強調 我們要有這個沿海保護的計畫要放進去啊 有些生態保護區要放進去啊 有些原住民族基本法的東西規範要放進去啊 可是在觀光的審查要點 他只放了地址沒辦法去 所以他的法規是非常非常舊的 不合時宜的 那同時老舊的環平 剛剛特別講就是九十年通過的東西 有很多東西到現況下都不合時宜的 要怎麼樣去修正 或者是環平的時效性的問題 是不是應該都拿出來討論 所以我們希望是 第一個是明天的審查 希望可以先停下來 那一來是有海外管理法跟聯機法相關 一些細則沒有公告 二來是其實剛剛有提到 現在還有一些不管是那個環平 是不是那個道路拓寬的規據環平的一些問題 那二來是希望交通部觀光局 立刻來第一個是修正他整個 新辦事業計劃的一些審查跟作業標準 二來是對整體的觀光的規劃 要來說清楚 那另外一次環保署應該檢討 現有這個老舊環平的機制 來做一些檢討這樣子 回來了 他開始 不然 我可以 穿上架 來 現在 選擇